因為我還不認識她之前 我就已經聽過她的名號 她在那時候嘉義地方 是很有名氣的 可是她的名氣是那種 地方惡霸 惡劣那一種 性侵小姐 性侵傳播小姐 她們那一群人 妳這樣幹嘛跟她交往 其實我那時候心態 就已經很偏差了 OK 所以妳聽到那個 妳一點都不以為意 一點都不以為意 我反而還覺得說 她這樣子 有來囉 有夠來囉 很屌 就是我曾經就是遇過 之前打我的那些女生 其中一個她已經變傳播小姐了 妳就學的時候曾經發生過 這個我們等一下可以慢慢聊 後來變傳播小姐 然後呢 然後她就看到我以後 就發現我身邊的朋友 那麼有力 對她們來說就覺得很有力 然後她就兩三小時的時間 一直在禁酒 一直在道歉 被她道歉到心軟 我懂 彥姐 當時都是因為那個學尾她們 真的 我也是被逼的 我跟你講 真的 妳怎麼這麼了解 她們講兩三個小時都在禁酒 好 畢業因為這個樣子 就覺得說好 人生有了依靠 可是後來發現其實 她會家暴 打人 非常嚴重 大概到兩個月的時候 就發現她會打人 因為我 我剛開始跟她認識的時候 她給我一支監聽手機 我也知道這是監聽手機 什麼叫監聽手機 就是打電話過來 她可以聽到我這邊的通話 跟現場的聲音 可是我這邊都沒有動靜 網發機 OK 這個SIM卡 這個號碼 它打的時候它不會 它可以隨時想聽 很多人就是這樣 藏這個監聽器 那我這支不會想 我不知道你打來了 不會想 我不知道 你也知道這叫監聽手機 對 你也願意拿著 對 那時候越拿越 心裡越來越不舒服 所以我就像無聊的時候 給她亂刪除一些東西 結果刪除到一組亂碼 那一次就這樣被我破解了 就沒有用了 她是第一次打我 妳應該到國安局去的 我覺得妳有這個天分 結果她第一拳打到我頭上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我把它刪除她的 我破解她的監聽手機 請問一下第一次被打的時候 她是怎麼樣的打法 妳那個時候是誰 她在車上的時候 她問我說為什麼聽不到了 然後她就一直綽綽逼人這樣 我被她逼到最後 我跟她說我只是刪除了一個 不知道什麼樣的號碼 就沒有了 她就一拳就過來了 就打到我頭上這樣一拳 那時候我還覺得說 我好像做錯事 我說我好像破壞她的東西 我那時候還不覺得說 她有暴力傾向 我還覺得說是我做錯事情 OK 好 那這一次是一個開始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她就突然就變了一個人 她原本還都有滿客氣的 然後就打了我那一次以後 就開始那個大男人主義 那個姿態就開始出現了 動不動一些小事 就開始會咆哮 然後會開始會動手 大概第三次的時候我就跟她說 不然我們不要在一起好了 後面我跟她前半年 她最多打我的那個原因 就是我要分手 她就跟我說 好 那妳就讓我打最後一次 她說反正我三天兩天 就被妳這樣子打 最後一次我好啊 打 那最後一次是怎麼打 她給我待到嘉義的巴掌溪 然後那個地上是碎石地 她叫我跪L型 這樣直直的跪著 對 直直跪著這樣很痛 然後我就會彎下來 我彎下來她就甩棍 她拿那個警用甩棍 來抽打我 甩棍 那時候我第一次被甩棍打 甩棍會打死人 對啊 我真的受不了 我開始在掙扎 然後她就脫我的衣服 她說是寒流來 她好像不到十度 她就脫我的衣服 結果她把我推下去巴掌溪 是 在我滾落巴掌溪的時候 幸好她說沒有水 不然我可能就現在看不到 我在這裡 我們現在就跟個排位 討論這些事情 對啊 但妳說那是最後一次 她說最後一次打 結果打成這樣 不可能會是最後一次吧 對 那我只是覺得說 好 最後一次我就讓你打 她就給我搞一個大場面的 對 結果滾落巴掌溪的時候 我手也斷掉了 然後斷掉 那時候到醫院去 她就一直追在上面 用探照聲一直追著我 然後我就一直跑 然後跑到那個石縫間躲起來 然後她在那邊找了我 大概有四個小時 然後她就是一直在那邊找 然後聲音要越來越沙啞 就彷彿是她在哭 然後我會上來是因為說 她跟我說她已經報警了 她也跟我的閨蜜講了 然後他們現在要過來了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警車的燈 在那邊閃爍 我想說警察來了 其實她上來了 OK 那就得救我 警車只是路過 她只是路過而已 那是路過的一台警車 對 她只是路過 所以妳又被帶回去了 結果我一上來以後 原本很可憐的 求我上來 我一上來她就在我後面壓後 一路給我踢回去車上 所以我一路是爬回去車上的 OK 顯然這不是最後一次 而且後來還發生 有她大鬧急診事 是什麼狀況 那個狀況是她要去找我的閨蜜 找我閨蜜麻煩 然後我不肯說她的 我閨蜜的那個訪號 然後結果她就把我壓在她的 駕駛座上 我就投資在這裡 她就這樣子一直催我 然後我就催得整個臉又變竹頭 然後我想好 那我帶妳上去找了 我就受不了 要帶她上去找了 結果我一下車 我們拉開距離以後 我就跑 我就跑到一個一處民宅 就像演電影這樣子 我滿頭鞋就豬頭 然後打開那個沙門 民宅的門 幫我報警 那個人也傻眼 那個女巫主也傻眼 我看她從後面追 我就趕快跑去警察局 剛好因為警察局 過一條馬路就到了 那時候我跑去一個派出所 就馬上倒在地上 我覺得那個警察 沒有說很積極在處理我這件事情 最積極處理我的 是我男朋友進來了 然後呢 她就跟我說 小燕 回來了 不要這樣 難看 整個語氣跟人 整個變一個人 語氣都變了 在警察面前 對 然後警察的感覺好像也是說 因為他們覺得說這種 就是男女之欠 然後不想理 然後也是沒有作為 可是都已經看到人 都已經被打了那滿頭血 那骨頭 你說真的 那個警察沒要管 那個警察是獨職 這個真的有點誇張 這個我跟你講 如果施暴者讓湯汁要辦的話 那個連殺人罪都可以辦 所以我就覺得那個警察 真的有獅子的地方 變成到什麼時候你真的受不了 你決定要殺了他 我跟她在一起一年八個月 我大概到那個一年出頭的時候 我真的是我活不下去了 想要自殺 那時候我活得很痛苦 我連呼吸都會痛 我沒有辦法像正常人這樣子呼吸 然後身體很痛 然後我的眼睛都倒掉 都往上看 我都一直逼我自己一定要往下看 因為我往上看 就會像緊箍咒這樣 我整個非常痛苦 然後而且我很餓很餓 所以我吃一條麵我就飽了 對 我整個就是心理影響到生理了 所以那時候你本來想到的是 自己要親生 要自殺 那用什麼 你有想到要怎麼樣去結束 他說買了農藥 又買生酮 然後想要用打農藥的方式 我買了很多自殺可以用的東西 所以我好像彷彿在這個中間 我才能有一個那個歸屬感 才能有一種安全感 就是我正在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在準備自殺的時候 我可以暫時忘卻現在的痛苦 OK 所以我每天都在搞這個 OK 但是從自己想要親生 到最後殺了這位成型男子 這個過程是怎麼轉換的心情 拍裸照 五花大綁拍裸照 他說以後臨場的照片就是這個 然後廣發給我情友 所以那你連死都不敢 對 那時候不太敢自殺 不然我在那個要殺他之前 我是有大自殺過一次 我去醫院住了大概半個月 你用什麼方式 吃那個FM2 然後配酒 結果被送到醫院 對 那樣會死人的 就要這樣連續一直連續大概 半個月內連續自殺兩三次這樣 一直在吃藥 那到最後你還是要提醒觀眾朋友 對 這些都是千萬不要學了一些的狀況 因為當然人到了那樣的一個時候 碧恩剛講 連自己走都沒有辦法的時候 最後你只有下定決心 帶著他一起走 後來你那天是怎麼做 那天是他也是喝酒過來 然後一樣繼續打我 累積到一個程度 變成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結果我就直接拿槍起來 就開他了 開他的頭 他身上都有在 你拿來一定是他的槍 剛剛我們看新聞 你包括穿著旗袍 然後你還有寫生成八字這些是為什麼 我有去詢問一些道士 我想說如果我真的沒辦法 順利完成這個任務 那我也要變利鬼回來找他 所以你問道士 道士跟你說什麼 那時候道士他跟我說天時地利人和 要變成利鬼要三個 因素都要具足 哪三個因素 他說天時地利人和 那個天使就是說 找一個最兇的時程 要看時間 然後地利就是 找一個最兇的地方 他說他給我的地方是 民凶鬼屋後面的農地 還叫民凶鬼屋 不是那個民凶鬼屋 他叫後面的農地 那個他還是最兇 然後人和就是 我必須要有一口很深的怨氣 含著那個很深的怨氣 然後這三個有劇組的時候 我才能真的變利鬼 所以在那天晚上的時候 時間天時地利人和都到了嗎 顯然地點不是在民凶後面 對 那只是我要自殺的鋪陳 包括那個紅衣服也是我去訂做的 因為我想要變利鬼 當然天時地利人和 我還要穿紅衣服 我一定要搞得一定 我就是一定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價 那個道士也跟我說 我這樣做的話 我後面就是永生永世都會怎樣怎樣 不能超生 對 我都覺得那個沒關係 我就一定要這樣做 所以你在那天晚上的時候 你有穿著紅旗袍 然後寫下深層八字在殺了他嗎 其實殺人那一天是臨時起義 因為我後面我要趕快把這件事情 趕快處理掉 因為我要趕快自殺 我就是把現場搞得很恐怖 我穿紅衣服 而且我在腳底板寫他的名字 深層八字 我的腳底板 他的腳底板 我都寫 這也是道士告訴你的 對 因為那時候聽民俗說法 說西洋頂 怕說人自殺往生以後 那個萌萌萌萌 不知道自己的任務 不知道該去找誰 所以要在自己的腳底板寫 對方的深層八字跟名字 可以順利找到對方 所以你的意思說 就算死了以後 你跟他還是要這樣 一直糾纏下去的意思 我當下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是我後面回溯起來 我覺得我可能 對他有一種感情 所以你對他還是有感情 是我當下 我沒有辦法跟你們 很清楚形容的 因為都是傷害 都是恨 可是經過五年之後 我才發現說沉澱下來以後 或許我才發現說 或許我們兩個人會這樣子傷害 互相傷害 都是彼此都有愛對方 但是方式都錯誤 但是我們也不能抹滅說 他也是有這樣的感情的存在 一開始接觸八大行業 是因為媽媽 我14歲才第一次看到媽媽 媽媽那時候在台中 是九國名花 是喔 排前三名的五小姐 還排前三名 對 然後14歲 認識到她的時候 她就帶我去唱歌喝酒 然後接觸到糜爛的 虛滑的世界 我覺得哇塞 怎麼這樣子 怎麼吃的用的又用那麼好 所以你14歲以前沒有看過媽媽 你這成長過程是誰帶大的 是阿嬤帶大的 阿嬤帶大的 所以你在學校在讀書的過程 有遭受到一些包括霸凌或這些嗎 有 那個最嚴重的是 國一的時候 因為可能發育比較好一點 然後那個國三的學長都會來看心聲 然後國三來看都是戲唸調校這樣來看 結果學姐就接著來看了 學姐就是態度很不好 就直接趕對我出手 那一次是八個女生 八隻鋁棍打我 學姐應該是那些學長的女朋友 那個八個人裡面 有一個就是後來那個傳播妹嗎 就來跟你道歉三個小時的那個 還是主持者之一 因為那個我當天下午 就被在校內又再處置一次 他們一樣原班人馬 然後男生把風 因為那校內男生要把風 然後女生騎在我身上 一直甩我巴掌 然後甩到我 我那時候開始就耳朵就有點問題 就是連續兩天打兩次 你幾條老師是都昏倒了還是怎樣 對 男生把風 他就說把風的 就等於是動用私刑的那樣 再學一下打成這種傷痕這樣 沒有一個師長站出來 那個時候就像學姐講 妳沒有考慮到說跟學校講 或什麼 其實我在真的被人家這樣子欺負之前 老師都是知道的 我們老師很弱小 我不會怪我的老師 包括那個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就會有那個學姐帶一群人來 然後直接講 最後一排最後一個撿閉宴 就這樣子講 然後我們老師也聽到 老師在上面 老師也知道 所以沒有人可以自得住壞學生 那時候他們是很壞的學生 老師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你現在講的是清末民初的事嗎 我那個時候應該去讀他們學校 所以你就會是欺負人的那個 不是 我就變大哥 對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真的就一路被霸凌成這樣 因為其實畢業 從小家裡面經濟狀況不會很差 不會 家裡經濟狀況很好 但是因為你說都沒有朋友 也沒有同年齡的親戚 你在學校被霸凌 除了剛剛講到那些最慘的事 就是連上廁所 然後他們都沒有辦法讓你上廁所 我覺得這個就算是很羞辱的 因為我有一次跟我的 我有一次在 在跟我的同學聊天的時候 然後一個人 我們班的男同學 他不是學長 因為我們班的男同學 他就拿我喝的紅茶來潑我們 然後結果我的身上就被紅茶潑濕 我就到廁所 請我的那個女同學幫我把衣服洗一洗 然後拿來給我穿講 結果那個男同學 一看到那個女生在洗我的衣服 馬上搶過去 然後妖惑整棟的人的同學 趕快來廁所說 看人家躺在哪裡 廁所它上面是通的 就從隔壁 因為我不會開門 他就從隔壁跳進來 一開門的時候 我就瞄到 其實我就那時候這樣抱胸 然後就這樣我也不敢看 之後我就瞄到 外面全部都是人 這件事情上報紙 還上報紙 對 那些人有被處置嗎 都上了報紙 都上了報紙也不用組織 從頭到尾 我這樣被打兩次 包括那個 我覺得等那時候那麼多人 來看我這樣子 所以我這樣子抱胸 我穿一個運動內衣 這樣子抱 然後我的同學 他還一直拉車 我要讓大家看我的胸部 然後我就一直這樣抱著 後面我也不知道 我後面就腦筋一片空白了 我也不知道我怎麼穿上衣服的 我也不知道我怎麼回到教室的 我只知道我回到教室的時候 我看到那個在幫我洗衣服 那個女生她在哭 我原本要指責她 她在哭 我還安慰她 教官 這還有王法嗎 鄉下地方 有時候這種學習 因為坦白講 警察要介入校園的幾乎很少 對 警察要介入 對啊 在學校呢 可能警方所接受的資訊 沒有這麼嚴重 可能就是一般同學 在學校裡面打鬧而已 甚至有時候他學校就隱忍了 就沒有通報給警方了 所以說他剛 你剛剛有敘述的 有可能是學校都沒有通報給警察 沒有 我覺得就是剛剛畢業一直重複強調 就是他的價值感 他自我的自尊是破碎的 因為他感覺這個世界是孤立無援 所以他就如果感覺到說 有一個組織是可以這麼壯大 我只要依偎在那邊就很安全 因為安全是我們人基本的需求 他就會投入 他馬上會投入 不管他看得到這個也是有危險的 可是他覺得至少比以前的狀況還要好 所以我們在長期被霸凌者的個案上 很常看到就是他一定可能會有憂鬱症 甚至會有社交的焦慮 他沒有辦法再跟別人互動 然後甚至會出現所謂的身心症狀 比如說剛剛畢業他被男優打之後 也會出現比如說呼吸不順 胃痛 頭痛 這種去醫院查 很多醫生都會說你身體沒事 可是他就說我真的就是痛 這種就是身心症的一個狀態